《经与小孩》 作者张三坚回来了 经很孤独 它的声音与众不同 其他经都听不见它 它独自漂流 它看见远方的古经船 于是躲到无人的港湾 有一个小孩坐到它身边 说 这里的天地好美 它说 是吗 我都没发现 小孩说 你不用怕 有我在 它说 你能听见我 小孩说 为什么不能 于是它们一起飞上天 在天空与海洋之间飞翔 长阳 晚霞气势磅礴 它们飞天入海 它感觉到温暖 想一直这样飞 想一直这样飞 可是远方 它又见到了捕鲸船 于是经载着小孩 游入了河沸水的海域 在这片海域里 经保护着孩子 让孩子浮出水面 自己在忍受河沸水 孩子知道 经在受苦 它很难受 趴在鲸鱼的背上 紧紧抱着鲸鱼的身体 鲸鱼 倒在了沙滩上 孩子会在旁边流泪 没有人听见孩子的声音 但它在等待 等经苏醒的那一天 它相信 会有那一天 在这片海域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